河南汝州的守山省念禅师是风学严找禅师的法寺 守山一脉的开山祖师山东人俗家姓迪 他自幼出家在本地南禅寺寿业修行 并且在那里受了巨族戒 省念禅师为人稳重 有情有义 大家都很尊重他 又因为他专修头脱苦行 一直在持诵法华经 因此同参们都称他为念法华 后来他来到风学严找禅师门下学习 充当接待客人的知客僧 有一天省念禅师势力在风学禅师身边 风学流着眼泪对他说 可惜呀 林济祖师传下来的禅法 到我这里就要失传了 省念禅师说 我看这里这么多高人 难道就没有一个合适的继承人吗 风学禅师说 聪明的人很多 但是真正能明心见性的人太少了 省念禅师试探着问 和尚您看我这个样子如何 可以成绩你的法司吗 风学禅师说 我一直很看好你 但是我担心你太执着于法华经 做不到真正放下 省念禅师说 这都不是事儿 请您指点我新药 于是 风学禅师在接下来上堂开讲时 提到了佛祖念花微笑的故事 问坐下僧众们 当时的情景 你们谁能说一说 别跟我扯什么不说 就是说 这样实在太埋没了佛祖先生 你们倒是必须说点什么才行呢 站在一旁的省念禅师听后 直接扶秀转身离开了 风学禅师看见这个情形 也放下了手中的禅杖 回到自己的房间 这时 一位侍者就问他 念法华为什么不回答您的问题呢 风学禅师说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 第二天 省念禅师和另一个叫真元的僧人 一起来向风学禅师请安 风学禅师问真元 你怎么理解佛祖的不说而说呢 真元回答说 就像班纠在树枝上鸣叫一样 风学禅师很不满意 说 你怎么竟打些没用的比方 就不能好好体会吗 然后 风学禅师转头问省念禅师 你怎么说 省念禅师回答说 动容养古路 不堕悄然机 风学禅师听了非常高兴 对真元说 你好好看看人家念法华是怎么说的 从这以后 大家都知道 省念禅师得到了风学禅师的真传 动容养古路 不堕悄然机是香言至贤禅师 机竹物道时留下的正道诗里面的句子 师尊念花 家业一笑 就是动容 养古路就是和古哲 符合古德们流传下来的法统和教义 不堕悄然机 指的是没有错失这一次转瞬即逝的实节因缘 这个正悟道的真理或者说是佛性 处处都找不到 又指导我们所有行住坐卧之事 只有正悟的人才能感受到其中的玄妙 道可道 非常道 非可道之道 已经超越了语言文字所能描绘的层面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省念禅师得到风学禅师的应可之后 很长时间一直韬光养晦 默默无闻 没人知道他在干什么 后来因为他看破了白赵楚和尚 一下子就远近闻名了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回白赵楚和尚来汝州传授佛法 风学禅师就派省念禅师去传话 邀请他上山说法 省念禅师一见到白赵和尚 就拿起座殿 问他 这个座殿我该打开好呢 还是不打开好呢 白赵和尚说 你自己决定就好了 省念禅师听了 就大喝一声 搞得白赵和尚很不高兴 说 我以前跟很多高僧亲近交往过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无礼 省念禅师笑着说 你这个草寇土匪 如今现出原形了 白赵和尚说 等明天我见到风学禅师 把你的所作 所为一告诉他 省念禅师说 随便你 我还提醒你哈 千万别忘了今天的事 说完 省念禅师就先回去了 并且把和白赵和尚 见面交锋的事 告诉了风学禅师 风学禅师笑着说 今天又被你灭掉了一个 狂妄之徒啊 省念禅师说 高手是不需要自吹自擂的 第二天 白赵和尚来了 一见到风学禅师就告状 把昨天和省念禅师的对话告诉了他 风学禅师听完 哈哈大笑说 你非但昨天就已经输了 今天还敢把脏物连人都自动送上门来 省念禅师因为识破白赵楚和尚的事 名声大噪 很多人都想成为他的弟子 后来他来到守山传法洪化 成为守山禅派的第一代祖师 在守山开谈讲法的第一天 就有僧人问他 师父您传授的是哪一派的佛法 继承的是哪位祖师的衣钵呀 省念禅师回答说 当年惠可大师在邵氏山前亲自断去手臂 向达摩大师求来的禅法 这还需要多问吗 那僧人说 请师父您再说的明白些吧 省念禅师说 今天我也要让大家都明白佛法的真谛 禅师于是问坐下僧众们 佛法能够流传至今 多亏了过去的国王 大臣 富豪们大力支持 就像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 生生不息 你们说说看 这其中到底传成了什么 大家沉默了很久 省念禅师说 这个问题 恐怕只有佛祖的大弟子家业才能回答呀 有僧人问 师父 什么是咱们宗派的禅风 省念禅师回答说 一句话就能堵住千条河流的入海口 只有登上万人高山 才能领悟玄妙的佛礼 又有僧人问 那咱们守山的境界是什么 省念禅师说 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体会 那僧人又问 那生活在守山境界中的人是什么状态呢 省念禅师说 你吃过棍棒了吗 那僧人一听 赶紧行礼 说 弟子愚钝 请师父指点 省念禅师说 以后再说吧 有僧人问 达摩祖师从西方来到东土 是为了什么呢 省念禅师回答说 就像清风吹拂 阳光照耀一样 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又有人问 请问各位祖师们 平时都在做什么呢 省念禅师回答说 就像农夫耕田一样 都是些很平常的事情 有僧人问 古代祖师们敲打禅杖 挥动浮尘 有什么深意吗 省念禅师回答说 就像荒野之中的孤风 没有客人在上面过夜时那样 那僧人说 我还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省念禅师说 不要守株待兔 要用心去体会 僧人问 菩提树还会开花吗 省念禅师说 早就开过了 僧人又问 不知道它结果了没有 省念禅师说 昨晚已经遭了霜冻 僧人问 德山棒林济鹤 不知道能到达什么境界 省念禅师说 你是来我看看 僧人便大喝了一声 省念禅师说 瞎喊 僧人在喝 省念禅师说 你这个瞎汉 这样乱喊乱叫什么 僧人向省念禅师礼拜 省念却拿起棒子打他 僧人问 这么多僧众围绕在身边 和尚 你这说的是什么法 省念禅师说 打草惊蛇 僧人问 不知道怎么下手 省念禅师说 刚才几个回合 差点让你丧身失命 僧人问省念禅师 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 是大安乐人 省念禅师说 看不见有一法存在的人 僧人又问 那他该怎么做人 禅师说 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 僧人又问 什么样的人是常在的人 禅师说 你为什么要到处乱跑 僧人又问 当宇宙都还没开始时 是什么样子呢 僧师说 就像你在路上 遇到穿耳环的人 僧人问 那开始以后呢 僧师说 不用再犹豫了 僧人问 请师父演奏一下无弦琴 僧师静默了一会儿说 听到了吗 僧人说 没听到 禅师说 为什么不用心点听着 僧人问 省念禅师 如果有个人 荡尽家财一无所有 您还会接纳他吗 省念禅师说 荡尽家财就不是一无所有 那个人是谁 僧人说 今天风大 月亮也清冷 僧师问 僧堂里有几个人坐着 或者躺着 僧人回答不上来 僧师说 你这下把我这个老家伙 给骗得太狠了 僧人问 什么事犯音像 僧师说 鱼叫狗吠 僧人问 修行有没有捷径可走 僧师说 当然啊 有时候在山间 有时候在树下 僧人问 曹熙会能大师一句话 天下人都知道 请问和尚 您说一句话 谁能听到 僧师说 出不了三门之外 僧人问 为什么这么说 僧师说 我要告诉天下人 有僧人问 什么是通往觉悟的道路 僧师回答说 出门往乡线方向 走无礼路就知道了 那僧人说 我问的是 修行上的事啊 僧师说 修行之路 就是要在生活中 不断磨练自己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有僧人问 佛法无边 祖师们也无法完全说尽 请师父您再说一些吧 僧师回答说 佛法就像光芒万丈的太阳 普照大地 谁又能解说得出来呢 有僧人问他 两条龙争夺一颗宝珠 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僧师说 得到宝珠的人 最终也会失去 那僧人又问 那得不到宝珠的人呢 禅师说 宝珠到底在哪里呢 有僧人问他 菩萨在成佛前 是什么状态 禅师说 和普通人一样 僧人又问 那成佛之后呢 禅师说 和普通人一样的普通人 一个僧人问省念禅师 怎样才能一直保持觉悟的状态呢 禅师说 瞧你慌慌张张的 是怕丢失了什么呢 僧人问 什么是佛法 省念禅师说 就像炉子里烧的正旺的火苗 不用人去拨弄 自然就会燃烧 佛法也是这样 无处不在 自由自在 僧人又问 那怎样才算是一个 修行佛法的人呢 禅师说 就静静地坐着 欣赏美丽的烟霞 不要想着去攀附 那漂浮不定的白云 僧人说 我学习佛法很久了 却总是心神迷茫 请和尚接引我 禅师说 老僧我可没有这个闲功夫 那人说 难道和尚就不能行一下方便吗 禅师说 你想走就走 想做就做 都和我不相干 除了守山 省念禅师还在广教寺 和宝应寺传授佛法 这三个地方都吸引了众多弟子 他在公元993年去世 在临终前 他为大家留下了一首慈世记子 白银世界金色深 情与非情共一针 明暗尽十句不照 日轮午后是全身